我们前面是讲宏观的这么一个地球的气运的旋转 如果是从微观的用科学学科同样是可以解释 这个从17、18、19、20世纪这样地球风水流转 那我们刚开始它是物理的时代 人们只能说通过肉眼观测的 依次来格物之之 穷其理 当然包括这个中国历朝历代 我们讲格物之之 其中格物有这么一个意思 它的意思很多 我们知道古文它可以怎么想就行 但是它其中这是一个比较重要 格物物理 物理之后呢 它的时代渐渐的转到化学 而化学 它是微观的 我们所不能见的 它的一种变化 化学反应 很多我们做实验 但不管怎么样 实际上它也是摆脱不了物理 也是物质清理 但是随着科技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显微镜啊望远镜啊 以及这个很多这种测试的方法 就发现这些东西 光声音等等各种仪器探测 信号 再发展 物理时代 化学时代 还有吗 生物 其实我们不管是中方西方 它老早对这个生物 已经有这个宏观上的认识 发现其生活规律啊怎么样 其实那个 凡尔是最原始最淳朴 最接近真相 甚至说 就是真相 因为它是一个整体观 我们后来化生物 了解到有机生物 无机生物 为什么从无机 变成有机 因为只有这种 集合 合一的 这种 有效的 它才是一个 构成我们 动物 植物 甚至说人 这么一个 它才是有用的 你如果说 单纯的分析 它的化学是分子结构 原子结构 无非就是碳水化合物 人也是 前面提到灵魂 如果没有 那人 它不就是个 一块肉吗 就是行尸走肉吗 你在大庭广众之下 你说 我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人多的时候就可以了 你自己信不信 那就机器人 机器人还有个芯片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主宰的 所以说从无机 又要变成有机 这样才有价值 如果是单纯分析那些 那人跟老鼠 99% 是一样的 再从生物 到更围观的信息学 能量学 我们是这样在发展 我们肉眼可观的 我们 不相信自己也好 或者说想 更明晰它也好 但是你 不要清清楚楚的死掉 你要 你要活着是 首先的整体观 在此基础上